大家好,我是盈盈 等一下我要去看房子 一个在半山腰的房子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的信息 它是带个小院的 这小院给我我也不清楚 是一个大院 然后分成三个部分 其中有一个大概50来个平米的房子 它有一个你可以自己活动的区域 就是一个小院 看图片是这样子的 究竟什么样呢 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挺感兴趣的 一会儿呢 我骑着这辆车 就过去看看 这个地方有点远 而且呢 是在半山腰的地方 好,没事 阿睿 阿睿 怎么了 你先看一下 这个小院 要租的是哪一间呢 你是几个人 我一个人 一个人 对 这边是一个女生单独租的 咱们我们老婆是住在那边 现在我们是里面放个杂物 没发现 你看上去他买盘 这是一套街 这个套街 楼上还有 楼上是住房 楼下是一个小厅 我上楼上看一下 这是老房子 老房是假的 这是老房的木板房 这是地方能看到外面 板子钉的 然后这个上面是块玻璃灶子的 这是个防御布灶子的 简易的 这是古色古香 这墙壁是泥巴的 泥巴墙壁 你看这个老房子都是木头建造的 几个大木头 用柱子 套房下面的一个 这就能住客厅了 这下面你可以放点东西 客厅的话 这边也有 我们这个是那个女生 她做茶室 做茶室 我们自己也是做茶 我老婆她做茶室 这个女生她也是喜欢喝茶 那她住在哪里 住对面 她住在这 然后还给她配了个厨房 我们都很少吃肉 都是吃素比较多 我是天天吃肉 吃肉也可以 吃肉的话就到那边 这个厨房我们主要是做素 这一家其实也可以 我们因为这段时间 那个玻璃房太热了 我老婆帮到这边拿出 这个房间一样 一样的 但是你想说这间也可以 这个多少钱一个月 1800 1800 这可真是古色古香的 这个房子140年了 100多年了 哇 我的天呐 140多年了 全是这个木头建的 是 好好看看这四多年的房子 平时我们也是在喝茶 你也可以 嗯 我这平时也是休闲自在的 喝茶好啊 对她健康养生减肥 减肥 哈哈哈 我还没见过一百多年的老房子呢 这个是大理 你让我这边看 啊 那边 从那边往这边看 但是窗户挺好体验的 这全是木板的 全是木头的 木制的房子 哦 就是啊 是 我那时候看图片 我以为是在半山腰上的 我以为 我想是离基兆安满近的 我们也去 没有 我们这个从这里往下面走 走个两三公里 就到二海边 是 那我们都一起 我在大理待了三个多月了 对这边也熟 就没个刚刚条路 直直下去就到二海边 对 随便这个什么 这个大理县周围这村子 往下直走 就是都是二海边 我那个生太狼道经常骑行 没事就骑 我的天 你看这窗子啊 全都是木制的 木头钉的 这连房顶都是木头的啊 这以前的老房子都不用钉子的 都是木头 全是木头 木头和石头 石头还有泥 这里有三宝石头 去抢木道 这里其实它是地震弹 其实房转是挺危险的 但是它以前的人 有这种石头气墙 它就是不垮 对的 地震它就不垮不了 我看整个云南 就包括 就到那个西藏边界 全是木头建的 这估计都是地震带 人说这种木头房子 能不止一百年呢 能放两三百年 就是没什么问题 它要摇摇摇摇 它越摇越紧 它卡 我现在看那个 有一些古镇新建的房子 就是当地农民建的房子 还是木头做的 木头结构 因为它其实木头是木房子 比现在那个水泥房子更舒服 真的是冬暖夏凉 冬暖夏凉 对 是 你看看我们在这边 是一点都不热 嗯 真是凉快 哎呀 别说弄这么个小院真好 这木头还雕刻的呢 还雕刻的龙 我们其实也是 我以前也是在大理 有了十多年了嘛 最近在古城里面做客战 但是19年之前 我把古城里面两个店 全部转掉了 然后我老婆是原来的 我觉得19年转了 那就是对了 正好感受运气 这儿运气太好了 我是 我个星期一玩嘛 我把两个店全部转了 然后12月份 1月份就是一行 一行了呀 你看现在 别管是丽江还是大理 那些客战老板全亏 每天在亏 就算客满都亏 后来回到林餐 我们做了一段时间 嗯 不舒服 依赖大理 这家房租是我们每年是租的 可以 也是我一个朋友做的 他是成都人 嗯 挺舒服的 在大理我也能待得住 在别的地方待不住 大理还是那个三斤水秀 然后外地人也多 至少就是你在那个地方里能有朋友 有人讲 这也是真的 你在别的地方看了 所有人都陌生 但是大理你吃一碗面的功夫 都能认识个人 对 各个地方的人都有 这个是稍微好一点 这个房间是好一点 看那个瓦 没有开那么大 没有那么亮 嗯 这个感觉宽敞一点 那个二楼能上去吗 都能上去 那我看一下 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嗯 但是这个看起来亮堂一点的 看看这边的 这个一个小院是两套 哎呀 还挺温馨的呢 这挺温馨的 看看140多年的房子 什么样的结构 全是原生态的 我以前以为我自己家的这个 老房子哈 年代就够久远的 其实云南的房子 真的够结实的 这东北 东北的那土房 可真的挺不了这么多年 大概50来年 或者是70来年就差不多了 但这100多年还这么结实 这啥木头能看出来吗 全是石木屋板 从这儿能看到隔壁 都可以 然后这么一点点的玻璃 就可以把这房间给照亮了 因为这房间是没有窗子的 四个屋窗子 所有的采光全靠房间就点亮 还有菜地的 看看菜地 这个后面有一个小菜园子 这一小块 真小 挺好的一个小房子 刚刚看的是一个140多年的老贼 连那棵石榴树都100多年了 大家伙也看到那个房型 楼上楼下 这么大个狗 猜一下 大家伙也看到了 这楼上楼下 因为是老房子 以前的建筑 它是没有锅里的 没有窗子的 没有采光的 最后不知道谁 在天花板上 也就叫阁楼的房顶上 把木头板拆开了 在那上面能透出来一丝的光线 上面加了玻璃就不露雨了 就这么个房子 最后我跟他讲到大概是1600一个月 我觉得这个房子要是玩玩的话 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真正生活起来 我觉得不是特别方便 你们觉得呢 这首间也是没有采光度的 包括客厅也没有采光的 如果不开门 就没有光线进去 如果不开门 里边就漆黑一片 楼上楼下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看了百年的老房子 真的是开了眼界了 算是长了见识了 我说了 在东北 如果说东北建的那种土房砖房 想维持到70年以上 我觉得都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云南的房子 延续到140多年 依然还那么牢固